自我意识一直困扰着人类,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,科学家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自我意识到底是什么,甚至到底有没有自我意识的存在。 比如说,我们都知道你是你,但如果能把你身体上的器官一点单拆掉,拆到什么程度你才不是你呢? 科学认为,你本身并不存在,而是有很多潮点临时组合而成的现象,人类的自我意识也是这样的。 当然,科学这样的概念,新起来更像是哲学或者神学,并不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自我意识。 一般情况下,我们理解的自我意识是对自我的认知,对自我存在于万事万物,同时区别于其他万事万物的认知。 人类在刚出生时并没有自我意识,科学家们曾经做过关于自我意识的很多实验,比如说在一个婴儿面前放置一面镜子,婴儿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发笑或者会发怒,这说明他并不认为镜子里的人是自己,而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伙伴,他并没有自我意识,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别之处。 还有,如果在婴儿脸上涂上黑点,让他照镜子,他会鼓励尝试去擦掉镜子里的自己连身的黑点,而根本意识不到黑点,其实在自己脸上。 还有,很多人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,去动物园的时候,我们看到火烈鸟附近,都会放置一面镜子,目的就是利用火烈鸟的无自我意识特性。 但火烈鸟认为,镜子里面的自己并不是自己,而是另一只火烈鸟,因此火烈鸟就不会感到孤单,因为它有了一个镜子里的伙伴。 我们人类认为,这很搞笑甚至无聊,但对于火烈鸟来说是很重要,它有了一个玩法,不愧因为孤单而郁郁管欢。 简单来说,自我意识就是我为什么是我,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我,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与众不同的我。 自我意识让我们产生了阿恨请求,让我们拥有了自尊心,自知能力,自我保护意识。 当然,自我意识也有烦恼的一面,比如生活很多女生都会嫌自己胖身材不好,于是总是会想着去美容,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漂亮,从更深层次讲,自我意识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一点。 虽然很多动物也有自我意识,但与人类的有本质区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